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了德国之声的访问 当他被问及是否信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 马英九说就两岸关系而言 必须相信他 也就是必须相信习近平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从电视上看到马英九的这段采访 立刻交代手下说 别让老马参加剩下的造势活动了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 从电视上看到马英九的这段采访 立刻交代手下说 快和电视台里说 少康战情势即将回归 请安排档期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从电视上看到马英九的这段采访 立刻交代手下说 快去扫货 把蓝营退订的便当和游览车都争取过来 套上我们的白色物料 我们还有机会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也正在电视前看马英九的这段采访 突然他旁边的电话响了 赖清德接起来一听 是习近平打来的 习近平在电话里说 小赖 老马那边你也看到 一切都安排好了 祝你顺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剧场 本剧由六度威尔编写制作 涉及的人物情节 部分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威尔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台湾2024大选即将来临之际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了德国之声的访问 当他被问及是否信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 马英九说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他 马英九称 我不认为他也就是习近平在推动统一 他们当然希望中国统一 这是肯定的 但他也清楚统一不可能一蹴可及 他说统一原本就是中华民国宪法里说的 原来就是台湾可接受的 但他补充道 必须透过民主程序和平的完成 如果做到这一点 台湾人民可能有兴趣接受 在访谈中 马英九还表示 独立意味着战争 他说 中国太大了 台湾如何自卫 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战争 也永远无法获胜 因此他表示 不应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 对于马英九的说法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1月10日表示 他的想法与马英九有些不同 他说 在两岸关系上 一定坚守台湾的民主 自由制度 反对一国两制 侯友宜说 更重要是要保有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不会因为中国单方面有任何想法 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稍后 综合台湾联合报 自由时报和TVBS新闻网报道 侯友宜将在星期五 1月12日 晚举办选前之夜造势 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宇介绍 出席这场活动 除了侯友宜 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 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外 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不分区立法委员候选人韩国瑜 台大前校长管中敏 台北市长蒋万安 台中市长卢秀燕 以及双北区域立委候选人等 都将与会 报道称 原本在受邀名单上的马英九 最终被改为没有出席 马英九办公室 则称我们没有受邀 所以不会出席 外界猜测 这与马英九早前在 德国之声专访中的言论有关 不过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宽玉解释 民进党针对马英九 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内容不当攻击 为了避免民进党利用机会 诋毁马英九 才没有邀请马英九 出席选前之夜活动 对于马英九的说法呀 赵少康表示 马英九说 两岸交流要相信习近平 当然这一讲法会被做成标题 他和侯友仪也都被问到 两岸当然要和睦相处 但是彼此间生活方式 政治制度不同 他强调 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 有各自立场 政治制度 所以大家要有耐心 然后要很小心 毕竟台湾小 小的总是怕大的 先怎么保护自己 很重要 柯文哲当地时间 一月十日天 到中和与立委候选人邱晨远 一起车队扫街 出发前 媒体联访询问 马英九 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 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 柯文哲一开始先说 他们自己内部去协调啊 现场媒体追问 认同马英九的言论吗 柯文哲表示 台湾民众党在这次总统大选 关于两岸关系就八个字 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不过请注意 顺序要对 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柯文哲指出 所以其实不是相信谁 是相信自己 更重要的是 要让自己值得自己相信 所以台湾该做的准备 都还是要做 他当时还讲说 国防预算还是增加到3% 台湾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 国防自主 这些都OK 也可以维持 跟这些盟国的稳定关系 他们会开始试着 跟中国沟通 这才是对的 柯文哲强调 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但没有说一开始 要先相信别人 这太危险了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 11日到竹市车队扫街 针对前总统 马英九说 两岸关系 要相信习近平 赖清德被问到 是否认为国民党内 对两岸关系没共识 他表示 马英九的主张 跟时代已经过去了 马 侯主张的九二共识 已被习近平定调为 一个中国原则 绝非台湾人民要走的路 赖清德 1月11日上午 到竹市车扫 事前收访时 被问及马英九说 两岸关系 要相信习近平 结果侯有一撇清 不支持 是否认为 国民党内部 对两岸关系 没有共识 赖清德表示 马英九的主张 跟时代已经过去了 历史已经翻开 新的一页 我们对和平 要有理想 但不能够有幻想 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次的选举 他提出 和平四大支柱 行动方案的原因 赖清德也说 他跟肖美琴 将强化国防力量 强化经济力量 也强化跟民主阵营肩并肩 站在一起 共同发挥威慑的力量 这个才是守护台湾安全 维护印太和平稳定 最正确的做法 赖清德指出 马英九说 要相信习近平 但是马英九忽略了一件事情 马英九跟侯友宜 所主张的九二共识 已被习近平多次公开 定调为一个中国原则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换句话说 九二共识这条路走到底 台湾就跟香港一样了 这绝对不是台湾人民 要走的一条道路 赖清德也呼吁 敬请国人礼拜六 能够站出来投票 用我们手中神圣的一票 选择台湾走向世界影响未来 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续壮大台湾 同时不要走回头路 锁进中国 向极权主义再度低头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剧场 本剧由六度维尔编写制作 涉及的人物情节 部分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维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